薩萊虎代夏甲 創世紀十六章四至十六節 阿伯蘭與夏甲同房 夏甲就懷了人 他見自己友人 就小看他的主母 薩萊對阿伯蘭說 我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屎女放在你懷中 他見自己友人 就小看我 冤又話在你我中間判斷 阿伯蘭對薩萊說 屎女在你手下 你可以隨意代他 薩萊虎代他 他就從薩萊面前逃走了 又話的屎者在曠野 舒爾路上的水泉旁 如見他 對他說 薩萊的屎女下甲 你從哪裏來 要往哪裏去 下甲說 我從我的主母薩萊面前逃出來 又話的屎者對他說 你會當你主母那裏 服在他手下 又說 我必使你的厚慮極其煩多 甚至不可勝數 並說 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 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馬利 因為耶穫雅聽見了你的苦情 他為人必像野龍 他的手要攻打人 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下甲就稱那對他說話的東西 話為 看顧人的神 因而說 在這裏 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媽 所以這隻名叫 比爾拉海來 這隻正在 卡底斯和巴列中間 後來下甲 下甲給阿伯蘭生了一個兒子 阿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馬利 下甲給阿伯蘭生以實馬利的時候 阿伯蘭年八十六歲 經文讀筆 阿伯蘭